大家好我是Ken 大家都知道 买楼的周边配套是非常重要的 而华法官山水的重要配套是自大的商业街 无论是规模或现在开业的情况 我相信对已经买了或想买楼盘的朋友都很重要 今集我们会整个商业街拍给大家看 另外片尾我们会回应观众的查询 行拍看三期高层住宅那边最新的施工情况 商业街有1.2万平方 大概等于今晚华法商都的9分1 它一共有4层楼 半露天形式设计 全部商店都不卖 又华法自己自辞 大家将会在影片见到 地下这一层有一部份仍然是吉普 而楼上未出的店铺就会比较多 现在大概有25间在营业中 其中2间是小型超市 1间药房 大概5间食肆 所以一般日常的生活所需 其实都可以照顾到 可能大家会问 一二期高层一二期别墅都差不多卖了 为什么商业街都还未好旺呢? 因为现时华法官山水的入住率不是很高 所以暂时不够人去消费 撑起商业街 我们从发展商同事知道 官山水现在大概有800户入住了 而这一半楼盘都是香港人买了 因为回来大陆现在要隔离 所以暂时小区人气比较少 第二大家要知道 其实华法官山水附近较为多工业 住宅就比较少 大家查回地图 附近开车去700分钟左右 有两间小学一间幼稚园 比较近的中学我就未见到有 所以附近的人口不算太多 所以也帮不到商业街的消费 相信日后回大陆不用隔离 商业街就会比较热闹 顺带一提 但是华法官山水较近的周边配道 其实未是很成熟 例如在附近较缺乏商场 社区设施、学校等等 所以较适合度假或退休人士 而退休你都要考虑平时外出 其实很多时候都要坐车 如果要去其他商圈 较近可以开车去到三乡镇 例如顺商购物港场、大润法、通大百货、一加一 或者屏东商业大街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闲街购物的地方 车程大概是20到25分钟左右 如果去珠海那边可以去珠海的印象城 那边有个Sams Club 或者南平的华法商都 车程大概是30多分钟 喜欢这套影片的朋友 给个like我们呀 未订阅的就快点打个订阅锡啦 之前有观众朋友就问 现在高层的工地施工情况是怎样呀 那我们都在影片中 找回相关的工地的情况 就展触了出来给大家看 那你可以见到有车辆走 烈星降机在动 如果细心看 其实见到有工人在做东西 所以这位观众朋友可以放心呀 今集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